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我们继续来讲 发生在30年前的维克惨案 上次我们就说到 FBI全面接手对加密山 大外教派营地的围攻 那么FBI呢 有两个重要的部门组成 一个是人质谈判小组 一个是人质救援小组 那么FBI前线的最高负责人 是由FBI 圣安东尼奥地区办事处的负责人 杰弗·贾马尔 来负责 那么人质救援小组这边呢 则是由指挥官 理查德·罗杰斯来负责 像我们上集所说到的 人质谈判小组 和人质救援小组 他们在解救人质方面的观点 是不同的 这和他们的单位职能 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个需要总指挥官 进行协调和权衡 可是呢 人质救援小组的指挥官 理查德·罗杰斯 虽然就以顽固和交部群 而组成 所以呢 他的观点经常凌驾于 杰弗·贾马尔之上 这就给贾马尔的判断和决定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那么FBI接手之后 他就彻底切断了 大卫教派和外界的联系 所以在接下来相持的51天里 是由25名联邦调查局 谈判人员所组成的 这个谈判专家小组 通过电话 和大卫·卡莱什 以及大卫教派的其他成员进行沟通 在最初几天呢 进展还是非常喜人的 FBI认为他们取得了突破 因为他们和大卫·卡莱什 进行谈判 并且达成了协议 那就是大卫教派 会和平地离开 他们的建筑物 那么交换的条件呢 是能够在国家电台 播放一条 由大卫·卡莱什 录制的信息 来传播他的信仰和教义 那么这个广播进行了 但是就在大家都期待着 大卫·卡莱什 和大卫教派的教徒们 离开那栋建筑物的时候 结果大卫·卡莱什 突然说 他听到了上帝的指示 让他留在建筑物 并且等待 这当然让FBI非常恼火 认为是大卫·卡莱什 戏耍了他们 但如果30年后 我们冷静地去回看 这段历史 并且看看我们四周 有多少虔诚的宗教信徒 在YouTube上 也就是油管上 分享着 他们信仰中的至高无上 给予他们的启示 或者是预言的时候 我们难道还会认为 大卫·卡莱什 这个最后 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奉献给自己信仰的人 在当时 是在耍一抹诡计吗 我更倾向于 大卫·卡莱什 他真的认为 上帝给了他指示 让他等待 但是尽管大卫·卡莱什 和他的跟随者 不从建筑物里出来 但他们仍然继续 和谈判专家们进行谈判 那么双方的沟通 还是比较顺利的 也是颇有成果 谈判人员很快就促成了 19名 年龄从5个月 到12岁不等的 没有父母陪伴的 儿童获释 不过大家不要以为 这些孩子没有父母陪伴 就没有人关心他们 每一个孩子 在离开建筑物之后 大卫·卡莱什都要求 当孩子们到达安全地点之后 会通电话 告诉建筑物中的大卫教徒们 他们一切都好 那么就像纪录片中 当时被送出建筑物的 一名小女孩 那么现在已经30多岁了 她就回忆说 她留在建筑物里 最后死于火海的父亲 是爱她的 只是因为信仰 而留在了建筑物里 她从来没有想过 她离开建筑物的那一刻 就是和她的父亲 永久地告别 那么从纪录片中 所播放的录音 我们也听出来 她的父亲 仍然深爱着她这个女儿 而尽管30年过去了 这个女儿也从来没有忘记过 深爱着她的那位父亲 那么当这19名儿童 离开了建筑物之后 那么建筑物里 仍然有98人 而这些孩子们 反而成了外界 想要迫切了解 大卫教徒情况的渠道 所以呢 他们就接受了 联邦调查局 和德国游骑兵的询问 有些孩子 被询问了几个小时 那么只怕机关得出的结论就是 这些孩子 在对峙之前很久 也就是他们在 大卫教派的 驻地生活的这段时间 就受到了身体和性虐待 而这个结论呢 在当时就成为了FBI 最终发起 崔瑞瓦斯袭击的关键性理由 但30年后 我们再回过头去 审视这段历史 我们就会看到 FBI的这个结论 它的问题并不是在于 有没有发生过身体和性虐待 而是在于 发生的这种情况 它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 是否严重到 你要发动武力突袭 那么在30年后 所拍摄的纪录片里 当年大卫教派的幸存者 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 他们首先都承认 在大卫教派的生活中 是有着非常严厉的生活规范 而这种生活规范准则呢 是由他们的信仰来支撑的 但对于孩子来说 信仰的力量没有那么大 孩子总是会犯错 所以会出现一些体罚 不过这种体罚呢 和我们一些比较严厉的父母 进行体罚的程度是相当的 所以他并不构成 进行武力突袭的理由 那么另外一个 也是大卫教派被定为 协调的罪状的因素 那就是和未成年少女 发生性关系 那么这个未成年是多大呢 是12岁 那么按照法律 这的的确确是犯罪 不容置疑 不过30年后在记录片里 大卫教派的女性存者 也对这个问题 讲述了他的观点 他并不否认 在外界看来 这是一种犯罪 但是他也强调 在他们大卫教派的定义里 12岁的女孩 他们认为 已经具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可以被认定是成年的女性 而且呢 在大卫教派里 唯一能和女性发生性关系的 只有大卫考来史 而大卫考来史 以及他的信徒们 对于发生性关系的定义 和外界截然不同 他不认为 这是在满足彼此欲望 而是认为 这是和上帝沟通的一种渠道 那么有很多人认为 这就是邪教的典型特点 但这里我给大家强调的是 我们所谓的邪教的邪恶行为 有两种执行方式 一种是强迫改变 他人的主观意愿 用暴力迫使受害者就犯 另外一种呢 是利用信仰的力量 并不是用强迫的手段 让世俗和外界认定的受害者 主动进行 世俗和外界所认定的不正当行为 那么这第一种情况 不容置疑 一定是邪教 因为它强迫受害者 违背自身的主观意愿 但这第二种 就值得商榷了 因为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我们定义它是邪教的基础和原因 到底是什么 而这种基础和原因 是否一直能够站得住脚 第二个呢 就是到底它的邪恶程度 应该如何定义 那么首先来说 第一个因素 那就是我们把第二种行为 定义为邪教的基础和根据是什么 因为这第二种行为 它并不牵扯 用暴力迫使所谓的受害者就犯 所以它并没有禁锢 扭曲压制 所谓受害者的主观意愿 也就是说 所谓受害者的自由 无论是热物体的 还是精神的自由 并没有受到侵犯 所以呢 我们外界和世俗定义这种行为 是一种邪恶行为的基础 就是欺骗 因为只有欺骗 符合着第二种行为的特点 所以我们就必须讨论一下 什么是欺骗 那么欺骗涉及两方 一方呢 是进行欺骗的人 另外一方是被骗者 可是我们很多人 对于这两方的认识 都不够客观和公正 那么先来说 进行欺骗的这一方 什么是真正的欺骗者 真正的欺骗者 应该具备两个条件 首先呢 他进行欺骗行为 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某种欲望 或者是利益 而这种对于他个人利益和欲望的满足 是对被骗者进行了隐瞒 第二个条件呢 是失骗者 他本身并不相信 他对受骗者所讲的话 也就是他自己知道 他所说的是谎言 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才是真正的主动的欺骗者 如果所谓的欺骗者 他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利 同时呢 他对自己所说的话 同样深信不疑 那么他并不是一个 完全意义上的欺骗者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对所谓的欺骗者进行追责 就需要具体的分析 慎重的考虑 以及合理合法的依据 那么在欺骗行为的另外一方 被骗者来说呢 定义欺骗也有两个条件 首先是 所谓被骗者的利益 受到了损害 但什么叫做利益受到损害 利益的减少呢 就意味着付出代价 但是付出代价本身 它并不是损害 因为就像买东西一样 我付出了钱 拿回了等价的东西 尽管我的钱减少了 但是我的利益 并没有受到损害 因为我得到了合理的回报 同样的道理 所谓的被骗者 他的利益受损 是牵扯到他付出了什么 又得到了什么 只有当他的付出 和他的得到不匹配的时候 才会满足被骗的第一个条件 那么被骗者第二个条件 就是被骗者的能力问题 被骗者是否有能力 意识到他在被骗 如果他有能力 去思考他被告知的内容 并且是在经过了谨慎 和全民的思考之后 选择相信他被告知的话 那么欺骗行为是否成立 欺骗行为的程度 到底有多高 这就成为了 需要仔细斟酌 和衡量的问题 但是第二个条件 很难的去判定 因为这和欺骗 他所牵扯到的内容 涉及欺骗的双方 他们具体的情况 有着很大关系 所以当我们谈到 非常严重的欺骗指控的时候 尤其是牵扯到 人的生命的时候 必须要进行客观公正 仔细全面的分析 才能给出最后的结论 那么就像在看待 大卫教派 大卫考来时 和他的信徒们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不能非常轻率武断的 就定义这是邪教 定义大卫考来时 就是在欺骗那些大卫教徒们 30年后 当我们回头看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大卫考来时 他并没有利用那些教徒们 满足自己的穷奢吉遇 他和那些教徒们一起 过着同样的生活 在物质享受上 并不存在着什么特殊化 他也并没有在自己的名下 积攒了巨额的私人财产 而大卫考来时本人 无论是大卫教幸存者 对他的回忆 还是保存下来的影像资料 我们都可以看到 大卫考来时 对他所宣讲的教义 自己是完全相信的 所以我们之前所讲到的 试骗者 主动行骗的那种情况 在大卫考来时的身上 我们是看不到 那我们再来看看 那些所谓被骗的大卫教徒 尤其是那些女性 首先呢 他们和大卫考来时 发生性关系 这是出于自愿 那么大卫教徒 放弃自己的正常生活 移居到大卫教的居住地 加密山 这也是完全出于自愿 如果你不愿意 皈依这个教派的话 你可以自由地离开 像最新的这部纪录片里 有位幸存下来的女教徒 三十年之后 他再度回忆 他与大卫考来时 发生关系的情景 他仍然认为 这是一种对上帝的体验 是一种信仰的升华 而不是简简单单 男女之间肉欲的满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教的女教徒 他们把和大卫考来时 发生关系 并不是我们世俗 所认为的那种 男女之间的肉体关系 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和大卫考来时 发生关系 是对信仰的升华 是一种信仰的体验 那么这种事情的发生 对于他们来说 得到的 要远远超过 他们所失去的 那这里呢 我们并不否认 大卫考来时 和未成年少女 发生关系 这是违法的 他当然需要 为她的这种行为负责 甚至他需要在法庭上 接受审判 不过无论是大卫考来时 还是大卫教派 都有权 得到一个公平 公正的机会 阐述他们的认识 和观点 再通过与反对 他们的观点和意见 进行辩论 从而才能确定 他们是否有罪 以及有罪的程度 在三十年之后 我们再看大卫考来时 大卫教派 每颗残的时候 我们不禁要问 把他们定义成邪教 是否过于草率 是否缺乏 合理公正的证明 当我们人类社会 进入到现代化文明之后 我们对于非主流 信仰的认知和判断 是否还停留在 中世纪的宗教审判的阶段 这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 信仰是我们人类 想要摆脱时空束缚的 唯一凭借 想要超越生死 我们人类个体 只能依靠信仰 可问题是 不到死亡那一刻 谁都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自己所信奉的信仰 就是能够到达彼岸的工具 所以我们人类个体 在自己信奉的信仰上 放置了最大的希望 信仰越虔诚 这个希望也就越大 因此呢 当人类个体看到 另外一个与自己不同信仰的时候 就会感到自己最大的希望 遭到了极大的威胁 因此本能的反应 就是要消除这种威胁 因此当两种信仰 并不是处于 失君利敌的状态的时候 邪教的大帽子 就会被迅速的扣上去 这个时候 邪教的定义 往往并不是因为 这个信仰是真正邪恶的 而是因为这个信仰 和我们大多数人的信仰不同罢了 那么大卫教派 伪克惨案发生的原因 有相当一部分 就是因为如此 那么不仅仅是宗教信仰 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互联网革命的发生 将我们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观点 各种各样的认知 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 那我们在抨击和否定 别人的观点 别人认知的时候 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 我们反对 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不同而反对呢 还是因为我们真正认清了 他们的错误而反对 那么如果我们真正认清了 他们的错误而反对 那么我们反对的 应该只是他们错的地方 而不应该是全盘否定 互联网革命 信息爆炸 赋予了我们人类 更强大的能力 但是这个能力的提高 也意味着 我们要负起更大的责任 而这种责任感的提高 就体现在 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 全面性 合理性 和公正性上 而像什么 全面肯定 全面否定 这都是缺乏责任感的同意思 如果不能摆脱这些 认知世界的错误态度的话 那么就将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